你绝对没见过这么一个国家 女人拥有极大权力 专门负责赚钱养家 男人则要身披面纱 再加包粥带娃 全国人民每天只能吃皇宫下放的食物 那就是这坨像屎一样的粥 更严峻的是 全国男性都面临着难以嫁出去的问题 杰姬作为村里最帅的小伙子 不管是小孩还是成人 就没有一个女人是不喜欢她的 可单身20年的杰姬 对她们一点兴趣都没有 她唯一喜欢的就是皇宫的公主 每天的爱好就是对着公主的画像 进行首部上下运动 这天公主突然宣布 要找一个驸马爷跟自己结婚 杰姬立马来了神 这要是被选上不仅能得到心爱之人 还能享受数不尽的荣华富贵 可在此之前 她必须拿到一张入场券去参加皇宫舞会 这样才有资格被公主选上 而拿到入场券的其中一个办法 就是靠花钱买 可杰姬去到购票现场 不仅人数多到爆炸 价格更是高的离谱 穷人家出身的杰姬哪里买得起 她转身找到自己的亲叔叔 想象起讨要父亲的遗产 可身为招牌名押的叔叔 虽然每天赚得盆满钵满 但还是拒绝了杰姬的请求 杰姬没有办法 你不仁我不义 回头就叫来警察把叔叔给抓了 警察为了奖励杰姬 更是直接送了她一张舞会入场券 这下杰姬可开心到起飞了 激动万分的杰姬 拼命地帮妈妈擦亮鞋底 结果看着公主的画像 她越擦越起劲 时至第二天 她妈妈就因为鞋底被擦得太亮 直接给滑倒摔死了 笑死 这可真是个大笑子啊 可这样一来 杰姬被迫寄人篱下 住进了尖酸刻薄的姨夫家里 姨夫一家从早到晚 就会使唤着她干这儿干那儿 中美捣鼓好都要把她臭骂一顿 更过分的是 姨夫还抢走了杰姬的舞会入场券 让自己的儿子去参加舞会 而可怜的杰姬 却只能在一旁帮对方打理妆容 公主的舞会终于举行了 没有入场券的杰姬 只好逃出姨夫家 打算混入皇宫 可跑到半路 却遇到了几个女流氓 把杰姬给侮辱了一番 就在这时 有个人开枪把女流氓通通解决了 这个人正是被抓走的叔叔 原来对方早就从警局里逃了出来 叔叔还在自己家里种了一大片萝卜 要知道萝卜在这个国家可是违禁品 谁要是敢种 谁就要面临诸三族的惩罚 可叔叔不怕死 甚至想要把萝卜卖给皇宫 这样可比自己辛苦做鸭赚钱的多 为了潜入皇宫 叔叔让杰姬换上女装 嘿 你别说 这杰姬男扮女装 还十足一副碧月羞花的模样 随后叔叔两人骑着匹小马鞠 出发皇宫 等等 你们确定小马鞠不会被你们做死吗 两人顺利混入皇宫 叔叔因为认识一名女将军 便向对方出售了萝卜 而女将军买了萝卜还不知足 硬是要和叔叔爽了一下 无奈的杰姬只好出门溜达 他走进一座富丽堂皇的大厅 那里就是公主的舞会现场 前来竞选驸马爷的男人们 纷纷身披白头巾 等待自己将被改变的命运 公主走进男人堆中 挑选着属于自己的驸马爷 而每个男人的脖子上都带着项圈 并手持一条绳索 只要被公主看上了 就要把绳索扣上项圈 让其像牵狗一样 牵着挑好的驸马爷走 突然杰姬和公主互相对上了眼 而这一眼 彼此仿佛看到了往后余生 公主的心立马被她给勾住了 可就在下一秒 杰姬的姨父认出了她 大声怒吼着举报杰姬 公主的老母亲这一看 居然有见敏感男扮女装 气得她马上朝杰姬连连开枪 可老母亲的枪法实在是太夕杨红了 当着面就把杰姬给放跑了 此时杰姬在皇宫东躲西藏 却无意间来到一间科研基地 那巨大的馆子里面 装了全国人民都在吃的粥 杰姬上去一阵瞎捣鼓 结果却发现自己每天都在吃的粥 居然是用屎做出来的 太恶心了 可就在这时 杰姬被一名士兵发现 两人一番搏斗下 他再次脱身逃走了 他来到公主的卧室里 却不小心被对方发现 看着眼前每天朝思暮想的爱人 杰姬压不住火气 一把扑倒了公主 谁知公主不仅没反抗 反而享受了起来 两人就这样 共度了一夜凉消 结果隔天睡醒 士兵就闯入了卧室 把杰姬给抓走关了起来 虽然老母亲很想处死杰姬 但此时皇宫外占满了全国人民 他们因为杰姬揭露了皇宫用史 做成舟的事实 都把杰姬当成了国家英雄 老母亲不想引发众怒 只好让杰姬当上驸马爷 但前提是要把她的舌头割下来 一旁的公主忍不住了 她立马冲上去 把自己的老母亲给活活掐没了 我靠 你也是个大孝女啊 可到了最后 大反转来了 杰姬和公主这对恋人终成眷属 他们站在全国人民面前 公主却曝出了惊天大秘密 只见她退去衣服 把台下的人民都看傻了 这公主居然是她娘的男人 带伴的那种 好了 这里是带你看进星辰大海的科幻战舰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这部电影叫做女儿国的捷姬 我们下期再见